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精彩的生命 才能唱出全勇的歌 生命有爱 才不会留白 同唱一首歌 听众朋友平安 环球传播全体同仁 在这儿给您拜年啦 祝福每一位听友新春快乐 祝福满满 今天我们要为您送上的诗歌是《赐福在这地》 由郑茂柔作词 由志亭作曲 歌中唱道 你要以华冠代替灰尘 我献上感恩代替哭泣 你百姓要穿上赞美衣 我的口要欢欣敬拜你 朋友 你有没有觉得每一次的词旧迎新 自己都会更加成熟一些 成长是伴随我们人生各个阶段的重要元素 人人都渴望自己能够随着时间流逝 越来越有智慧 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美好 但成长并不容易 我们常常像电影《后会无期》中的那句台词说的一样 我们读过很多道理 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因此每一个新年都有许多朋友 希望能像玩游戏一样 按个按钮就可以重启人生 当然 人生并不是游戏 不可能以这种方式重启 不过 当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满怀失望时 的确存在另一条出路 下面 就让我们跟随纳奥米·布里顿的视角 聆听一段有关于救赎 释放 以及重获新生的故事 在纳奥米·布里顿五岁的时候 她的父母离婚了 但是她一直在脑海中 保存着儿时的记忆 那是她认为最美好的时光 她仍记得 有一天她和妈妈在厨房里 爸爸走进来 亲手为她吃了一口三明治 然后全家人开心大笑 那种被呵护的温馨感觉 她至今难以忘怀 只可惜好景不长 有一天 她的妈妈将所有东西装上车 她坐在车中茫然无措 只感到一切都不对劲 之后 她的母亲再婚 他们和继父生活在一起 后来有一年 她偶然进入当地教会 人生中第一次认识耶稣基督 那次的教会礼拜 至今都让她记忆有心 当时 牧师在台上慷慨激扬地说 如果你不想下地狱 就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 当时的纳奥米只有十二岁 她听到这话吓坏了 心想 我肯定不想去地狱 于是 她跑到台前 宣布接受耶稣成为救主 其实在那一刻 她还并不懂得 该如何将生命交给上帝 只是心里有种仿佛给人生 上了保险的感觉 直到几年后 她才真正明白 信仰的意义 接下来的日子里 她就和很多美国女生一样 早早开始谈恋爱 高中结束时 她和男朋友的关系 已经非常亲密 于是 毫无悬念地怀孕了 这时候 她开始感到了害怕 她知道 为了自己的前途 她不能这么早就当妈妈 但是 她也不忍心扼杀这个小生命 毕竟 那是自己的孩子 纳奥米根本不敢告诉父母 因为她在家里一直是个乖乖女 父母根本不知道 她在学校里的另外一面 几番纠结之后 她悄悄将孩子打掉了 这件事给她的打击很大 后来她回忆说 我突然不再渴望爱情 只想喝酒或者参加聚会狂欢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这是总感觉有种力量在控制我 就在这时 多年前 她为自己上的那道人生保险 开始转动齿轮了 纳奥米终于需要勇敢 直面自己的人生 一天早晨 经过一夜狂欢 纳奥米站在镜子前 看着自己一脸烟熏装 和乱糟糟的头发 她感觉那不像自己 更像是一个骷髅 她吓坏了 那一刻 她感觉上帝在对她说 你站在石子路口了 你要么就是接着过现在的生活 走向死亡 要么 你就改变生活 选择我 纳奥米选择了上帝 她想起了多年前 自己接受基督的那一刻 这一次 她把自己的整个生命 都交给了上帝 把自己因堕胎而产生的内疚 也放到神的手中 如今 纳奥米早已结婚 生子了 她时常做见证说 如果不是恩典 我不会站在你面前说话 我曾经感觉 生命已经被夺走 但后来上帝进来说 如果你接受我 我会把生命还给你 我会碾碎你所经历的一切不美好 让你每天早上醒来时 都知道 自己已经摆脱了罪的束缚 是的 亲爱的朋友 上帝的恩典 足以让每一个愿意改变的人 迎来新生 今天 在这万物更新的新春时节 愿你我都能获得这份 新生的福气 每一天都不断更新 不断成长 拥有智慧 蒙福的生命 愿神祝福你 心事生 四下永恒地缘 以此爱 成是恩待我们 心靠你 我必不知缺乏 有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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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就满意 有风生 有风生 有心就满意 我必不知恶地缺乏 在这里 保护着你 道歉远之地 好吧 我们一起来求生 祝福我们的城市 祝福我们的家 祝福我们的国家 是你死在这 是你死在这 把你保护着你 道歉远之地 你摇曳 皇冠乃替回征 我卸上 感恩代替哭泣 你百姓要穿上赞美 我的口要欢喜敬拜你 神明似乎在身心 似乎在身体 保护这病 道群人之敌 祝你来死不来 神明似乎在身体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朋友 祝福更多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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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保护 祝你带领 保护着命 祝你带领 生命似乎在这地 似乎在这地 共鸣为旁 圣旧为义 生命似乎在这地 似乎在这地 保护着命 祷你带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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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